歡迎來到妄想世界 今天就講一下美股 有人想講一下 喂 美股你怎麼看啊 美股是不是泡沫呢 這個很重要 美股是不是泡沫呢 已經破頂又再破頂了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我經常都有說 All Time High 破頂又破頂 破頂上了三十多次 你有沒有發覺有些東西 我們是沒有留意到的呢 為什麼我不買港股呢 有一個原因就是 長期表現都非常之差 我不代表我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只可以說兩件事 第一 我只會買港幣 還有買美股 這個是很真的方向來的 因為我曾經有隻股票是 7元 升到180元 現在 我是沒有長期持有道 我的策略就會轉 因為這個是經驗所得 這裡是分享我失敗的經驗 再說一次 我是經過無數次的失敗 所以才來到今天 所以很多人就說 你經常都錯了什麼 其實就是要錯才對 你會想一個不停的錯元 又再去修正 又再上一層 錯完修正又上一層 還是完全不會錯的人呢 曾經有一個研究 就說那些戰鬥機 那些戰鬥機為什麼經常都 看到一些機翼中彈呢 他就去研究 是不是要加強機翼的部分呢 後來發覺完全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應該是 去 加強引擎的部分 因為 你看到 倖存者偏誤 你只看到那些飛機有機翼 尾翼那裡有彈孔 就是因為他飛得回來的 通常 沉了飛不了回來的 通常是中引擎的 所以 統計學上面 就以為 一定是保護機翼 經常都中彈 其實不是的 所以 那些新經八戰 你那些雖然又雖然那些 你其實應該向他參考 如果你信一個 經常錯誤 但他又可以修正的人 還是信一個 從來都不會錯 買了都是股神的人 你自己要小心點 另外 我只可以有一個參考 就是 最近很多人說 有些負二代輸到死 那些 其實 你不用擔心別人 我經常都說 一來 他們虧了極也有很大的底 第二 你應該去想 他為什麼拿到這麼多資金 這個才是投資的最重要 所以買股票首先要大量資金 如果買太小就沒什麼用 第二 你應該要做的就是 對美股有了解 港股實在 那個 那個規模太小 那個規模太小就變了 沒有資金進去炒 他們經常都想把這些錢 推入去 由樓市推入股市 但是那些人都是 把錢放回樓市 其實不是那麼多資金進入股市 你會看到長期都低迷 尤其是一上市之後就不停夾水 所以真的賺到錢的那些人是印股票的人 印股票的人其實一開波 即是股票一發行 他已經賺了大部分的錢 因為是零的 股票未上市之前是零的 由零去到某個價位的時候 IPO的時候已經賺了大部分的錢走 剩下的那些 即是免費的 那些股票 對他來說 所以很多時候 你要去想 究竟股票市場什麼人賺錢 什麼人不賺錢 那美股為什麼會一直這樣賺呢 是不是有泡沫呢 就是因為 他們的盈利不停增長 是切切實實盈利增長 中國和香港賣的股票 他大部分都是概念 即是很害怕的 大佬 你概念啊 大佬 你怎麼 要變成真的錢才行 你只有一個字沒有用 所以我就不會買 我也很慶幸沒有賣 那你說買樓你也一樣 不是 最低限度我買樓 我真的用得到 我會有使用價值 我一定會買 還有你沒有去供 沒有所謂 固定大致上都是供的 差不多加息最多都是加一兩年 那些人就會說 一直加下去 那他就對經濟太不了解了 那他就看多些 經濟學的書 了解多少少 那就可以做一個決定會準一點 所以現在的投資風向又轉了 美股是不是有泡沫呢 某些行業是絕對有泡沫的 某些行業是沒有泡沫的 你放心買也可以 現在有些是很便宜的 美股某些股票是非常之便宜 便宜到泡沫的 那我上一段已經寫了幾個字 就是投資轉方向 那現在又在那邊轉著 所以那些錢是正超超地走 那所以呢 你是不是要跟最熱的那些呢 是可以跟的 但是跟著一下你就要下車了 又去轉別樣 那因為市場就不停在那邊轉著 那那個看法是會轉的 就是投資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千萬不要 死顧顧 投資是要靈活要變 那所以投資股票是少少不同的 那你就一定要止賺 那我昨晚又止賺了一些 就換去其他一些 那這個東西是一定會變的 如果你經常不變 那你就很容易就落了一個陷阱 那你就走不出來 通常都是升的那些股票 是你猜都猜不到的 下一波 你要想下一波 那個市場炒什麼 就不是現在炒什麼 這個呢 就是買股票的重點 我發覺 就是下一波炒什麼 發生了的呢 你就可以 揉了賴稅 發生了的我就會止賺 跟著下一波 那些人就炒了第二隻 那把資金就在那邊轉來轉來 輪流就炒sector 那所以 我通常會有那些看實 哪幾隻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 因為看了四五年 是長期這樣看 我不知為何很有興趣去看 那你就不停地長期去看 那有一堆東西在你手上 那你又不會馬上進去 你一路會等一個時機 它突然間那個時機 咦 喂 動了 還不開 那一窩蜂就衝過去 那但通常這些時機 都要等很久 你可能一年兩年 你好像扭 都要等了十幾年才跌 突然間 那所以你一定要等 要有耐性 買了又要有耐性 有時它會很失格 又會無故震你走 那你又要堅持 有時又要轉彎 所以是很難 玩的 即不是很多人玩 我都覺得很難玩 我都不知為何 可以有少少微利 那你還要低的時候 買得很多 你等會買得不多 又是沒有用的 即是賺得很少 那所以 即 大家都 都努力點 學習多些經濟的背景 看多些數據 看多些公司背景 這樣去做 但其實我又很多東西都不看 其實我只是看一件事 這個在Patreon再分享 那 都是那句 投資要謹慎 還有不要單一件事 即我很少單一件事 很多人都說分散投資 但我又不是這樣看的 除了分散投資之外 其實我是集中在這兩類 即港幣和美股 另一件事就是 要分散收入來源 更加重要 因為分散收入來源 你今天股市升 今天公司跌 但我完全沒有影響 因為我每天都在賺錢 你的持續收入就是 每天都會增長 是guarantee 每天都增長 只要你每天都增長的話 是好過一些 突然間有突然間沒有 所以股票我會 我會覺得是一個輔助品 即是有又可以 沒有又可以 那你贏的面子是很高的 因為我賺又可以 不賺又可以 那你就等著 那我又不會貪心 贏了錢 一邊坐下去 我又未必顧 我又會沽一點貨 但是美股是一個奇蹟的地方 那我今天又買了一隻 之前也是 在海嘯的時候我沒有賣到 升了五倍 足足 那今天又有機會了 我又轉了賣進去 所以每天都有機會 不過呢 股票我就會覺得是輔助 還有好像買獎券那樣 比買六合彩高機會好多 因為有少少露燭的 但是我好少好少買六合彩 因為實在太難中了 所以我會做一些 機率比較高的東西 好了 各位有用了 讚出來給朋友 下方留言討論